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已经进入到什么 个股表现的一个时候 但是在今天里面 我们可能要针对大盘 比较详细一点 来分析给大家听 为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 在今天里面来讲 有几个现象 我们应该知道台北股市 在最近人气是非常非常的畅旺 跟什么 跟整个美国是一样的 譬如说美国 它的一个密西根 整个消费者信心指数 它是非常的强 台湾里面对股市上面的信心 也是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的证券款的 划波余额上面而言 就你钱想要买股票 放在证券户里面 它是创新高的 它是创新高的 而且在过去里面 大概有几件事情 在台北股市都看得到 只要你敢买 它大概都会拉上去 只要你敢买 它大概都会拉上去 但是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这是集中市场 这是OTC市场 你有没有发觉到 都收在今天的相对低 都收在今天的相对的低 我讲的意思说 今天并没有拉出 非常长的一个下影线 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也是在今天里面 压力的一个重心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昨天里面 在这个节目里面就讲说 因为美国 它整个一个经济数字 跟美国的一个大选上面来讲 第一次辩论的结果 它让全世界 不是只有美国 它让全世界 都充满在不确定的因素里面 为什么会让全世界 充满不确定的因素 因为目前在第一次辩论 川普是压倒性的胜利 但是川普这个人的一个个性上面而言 他不是用常理 你可以去做判断的 也就是说 在这种过程之中 假设川普他当了一个美国总统 你也应该知道 他讲的这一些事情 在过往里面 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譬如说 他不相信巴黎气候协定 他没有绿人那件事 他说一切都是假的 哪来的巴黎气候协定 假的 对不对 再过来 整个拜登他在过去里面 譬如说他推动的一些的 不管太阳能 不管是在充电桩 假设换到川普之后 有可能再持续的进行吗 不一定 再过来全世界里面 他会比较乱 那个乱是什么 因为在这种过程中 川普他基本上是商人的本质 商人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什么东西能够让美国赚钱 什么东西美国因此而 整个比较种族上面的伟大 基本上也就美国人比较伟大 基本上他就会去做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有些在这种时间点 他可以受力 有些他可以受害 这个部分里面 那都要到什么 要到年底才知道 尤其在最近的经济数字 那更乱 譬如说整个一个美国 他过去就讲 他已经在这种过程 主要是要控制通膨 所以他在上一次公布PCE 又预期 可以降息 可是我刚才就讲了 无论在芝加哥 采购经理人的一个指数 因为AI 大家对未来的前景上面 是非常非常乐观 或是密西根消费者信心指数 是非常乐观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可以看到 当整个一个美元 又再度走强的一个情况之中 台币就走弱 台币一走弱 那被动型的基金里面 我说他第一个 一定先考虑汇率 如果你的汇率 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有非常非常大的贬值的风险性 那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就会遭殃 因为这些的一个 以汇率为中心 来台湾买股票的 被动型的基金 它基本上是以套利为主 它不是发大财 它不是主动式的操作 它是以套利为主 好 那这个部分 就能够去解释 集中市场上面来讲话 它开高走低 但是OTC市场 它也是开高走低 而且今天的OTC市场 你们有没有发觉到 虽然你是逆势的上涨 0.5点 但是你下跌的加速 也开始了 也就是说 你的腾落指标里面来讲话 下跌的加速 也开始比较多了 所以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我们就讲过说 台北股是它进入到什么 进入到一个大区间相形整理 个股之中的表现 那你的选择性上面而言 你当然就要去尽量去选择什么 尽量去选择强势的个股拉回轨道线 多方轨道线没有破的 或是你去选择打底 有打底 它的差势在底部里面向上的 像美国在最近涨的股票 也不是过去涨的 美国里面来讲在最近涨的就是Apple 在今年以来一直到Apple说 我的手机上面要装Chat GPT 装了AI它才开始涨 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 整个特斯拉的股价也在最近里面 它才开始涨 那跟台湾里面有没有一样 一样我在之前就讲说 你不一定要去做追高 有些的个股 它打底打底打底的过程中 你再去做留意 可是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有几件事情 是明天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为什么说 在今天是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 台北股市在今天是破了五日均械 也就是说它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时机点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日KG指标 从指标80之下直接向下 到了指标50附近 能不能够正交叉 那关键点就是在明天 如果台北股市持续的下跌 那一旦使得日KG指标 直接灌破了整个指标50附近 那它短时间里面要再去做过高 它就会比较难度比较高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这是道琼 道琼根本没有创新高 其实在最近里面最强的是纳斯达克 就跟大家讲 苹果在最近比较强 可是你可以发觉到 纳斯达克在昨天跟前天 尤其是在前天 它尤其是在公布 我刚才讲的三个数字里面 来讲的指标 公布P4E的时候 美国股市里面全部开高 后来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 跟采购今年指数之后 美国全部开高走低 所以纳斯达克它曾经在礼拜五 创了个高 可是你可以发觉它KG指标是什么 它是背离的 它是背离的 然后跟我们台湾里面来讲 关系最大是废半 废半一直贴着这一条月均线在走 它一直贴着 可是如果废半它灌破了月均线 它在未来里面的一个月线 它还有两到三个营业日 甚至来讲一周的时间 大约一周多一点的时间 它扣底的位置在这里 对不对 再拐要扣高 那也就是说 它的月线里面来讲的话 假设它再不涨 它的月线跟它的周线 在一个礼拜多以后 它会变成死亡交叉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在这种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你就可以发觉到 在最近里面大家都这样 地坑四 旁坑 不敢去追那高高在上的个股 比如说绿能相关的概念 个股里面就去追什么 就去追太阳能 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 太阳能是绿电概念个股里面 在今年跟去年的获利来比的话 它们不一定有成长性 为什么不一定有成长性 就跟大家讲的 它的变数很多 它的报价上面的一些的问题 尤其太阳能 比我们台湾便宜的 就中国大陆 那你就要求所谓的转单 或是各方面买台湾的 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就充满了一个变数 是来自于拜登跟川普 在未来里面 他的政策上面 我说川普的政策 就是说他不相信 巴林气候协定 他不相信绿能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大家也知道 法国 欧洲里面来讲的法国 或是欧洲里面很多的国家 德国 他们比较重视这一个 可是当法国 它的政坛也开始变天之后 它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法国 也是由极右派 他取得很大的一个胜利 这个极右派 基本上来讲 讲百一点点 就是现在里面 全世界流行的就是 人不自私 天诛地灭 也就是说 在过去里面 欧洲才采取的是人道 他现在里面讲说 你们这些难民 来到我们欧洲 这些国家 法国 德国 你们都把这个整个一个环境上面 用很乱 你这些的东西里面来讲的话 你主张 譬如说你主张去帮乌克兰打仗好了 对不对 你花这么多钱 可是问题是 在这种过程中 对我们欧洲而言 对法国而言 有什么好处 对美国而言 有什么好处 所以川普觉得有好处或坏处 由他说的算 就像以色列的问题 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 他就是支持以色列 因为那是宗教问题 他本身的宗教信仰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里面来讲 台北股市比较重要的 为什么在今天讲这么久的原因 就是第一件事情 我第一次看到台北股市 在人气这么畅旺的过程中 他拉不起来 他拉不起来 然后台币是持续的一些的贬值 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 本来还靠OTC在撑 你看OTC还在创高 还是有量有价 他使得KD指标在这边动化 可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在上涨的过程中 你开始下跌的加速 也跟集中市场一样比较多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你可能就要比较小心 因为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 其实都有00929 00940之乱 所以很多人里面买股票 都是看到头信买手 就啪 就进去买 你也不管那是不是高股息 ETF的部分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我们随便做个举例 在最近里面00929 就是有纳神机进来 神机的买盘就是来自于00929 纳进神机 但是你不要忘记 在之前里面 他上来也是高股息ETF纳进去 他这样涨上来 结果一被换 因为涨上来 你的股息殖利率就会低 一低就被踢出去 踢出去又跌很深 跌到了半年线以下 在最近因为跌深 又被00929纳上去 所以你在操作 这些高股息ETF 它会不断不断进行换股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假设它不是再次高股息的一部分 你看2313的华通也是 它本来好好的在这里 就一被踢出去 就一根黑棒 一根黑棒下来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在最近里面都是如此 但是我跟大家讲 在最近里面 美国也在流行什么 低位阶的低基期的 不管是苹果 不管是特斯拉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考虑的是什么 基期比较低的 慢慢会有成长性的 再过来你可以选择打底的个股 打底的个股 低档失踪里面来讲话去做接 或是你选择是多方强势的个股 拉回轨道线不破的 这个部分你可以了解 以目前而言 因为明天很重要 所以我才会讲说 你就不要预设立场 以日KD交叉向上你就买 交叉向下你就买 周线的最大量是22431 也就是说如果周线上面的大盘 跌破了22431 你看它现在已经开始密合了 如果周线里面来讲话 未来里面来讲话 它往下 而且要破指标80 才算有效 破指标80以下 而且破了22431的收盘 每个礼拜五看的话 那个时间点你可能就要记得 这个时间点的台北股市 它整理的时间会拖长 如果台北股市的整理的时间 拖长你有几个 一个增加你的现金部位 增加你的债券部位 或是增加什么 增加生计个股的部位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部分里面大家自己留意 台币就是贬值 外资期选限就是不空 所以你要留意内资 我一直跟大家讲 内资概念个股 所以就是不占指数的个股 重个股而轻指数 可是在今天的整个 一个OTC市场 它也拉不太动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一定要回归回来什么 现在马上就要公布什么 公布6月份的营收 8月15号之前就要公布什么 第二季的一个财报 所以你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制度的投机 但是你不要过度的投机 你过度的投机 你的财报很容易见光死 这个大家自己稍微留意 集中市场的轨道线 依旧是什么 假设明天再不涨 你的中短性就要看月线 月线来讲跟季线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费半的指数 先跌破月线 那就是先人指路 台北股市里面 有可能就要回撤月线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大家自己稍微去留意的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如果台北股市 第一个它整理期要拖长的话 这个时间点 第一个增加现金部位 或是增加债券部位 或是增加什么 黄志刚好现在是生计月 增加你的生计部位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投资朋友里面 稍微在明天跟后天里面 你要留意的 费半的指数 能不能够守住月线 你要非常的留意 所以蜀方才会跟大家讲说 在现在里面 你有很多的选择 这种过股而轻指数 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弹性的操作 谁规定里面来讲的话 你在过去 你没有买台积电 你没有买鸿海 你错过太可惜了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里面来讲 你就可以发觉到 很多的个股 你只要懂得去播种 它都可以让你看到什么 收割的喜悦 所以你要灵活的运用 在每一个阶段的不同 我也认同 我在之前讲过 我在从上个礼拜一 我就讲 我非常认同 陈淑芬小姐 在这一次讲的 国泰的投资论坛讲的 第一个 你要做赚的钱 是用工彩 什么叫用工彩 谁的订单变多了 谁是未来的主流趋势 你知道了 那你就可以赚到这用工财 再过来就是中小型 各股的一些的补涨 那你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把你自己武功练好了 你就是一个有实力的人 你就有机会 迈向一个成功 所以要跟着蜀方一起 全新的投资组合 跟着蜀方一起 向前进的观众朋友们 你要成为未来台北股市 真正的幸福赢家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或是跟我们线上助理联络 让我们下个阶段再介绍一些 新的投资组合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们说过要赚一些用工彩 我们就必须要去想 未来里面的台北股市里面 它到底会有哪些的题材 第一个 当然就是开始要公布 六月份的营收 六月份的营收好 如果又有利多反应 或是六月份的营收不好 但是利空出尽的个股 你可以留意 再过来在8月15号之前 是不是要公布 上半年的半年报 它就会开始讲说 你的上半年 半年赚赢去年一整年 你有没有在之前 常常听过这样子 有吗 就上半年用半年的时间 就比去年一整年来讲 赚的还多 当然它就是一个题材 或是来讲的话 旺季效应的概念个股 这有低位阶的一些个股 我们讲的这一档个股 它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它的营运 它走出了谷底 也就是说在今年里面来讲 它将会呈现前线的是 一季比一季高 在去年里面来讲 跨4块多 今年第一季加第二季 第一季加第二季 大概就会5块半以上 假设它第一季加第二季 5块半以上 就比去年全年里面来得更高 因为今年是季季高 这样的话 在这种过程 去年里面才4块多 今年里面来讲将近12块 这是几倍 明年里面来讲是15块 你来看它的技术面 它是不是打出一个底型 突破了颈线的位置 回撤颈线再开始往上 这边已经开始开始出量 这就是在中线上面的出量 你自己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每一个时机点台北股市 都会有一些很特殊的题材 或是很特殊的个股上面 它去做一些的表现 所以在今年也是这样子 过去里面的太阳能 你怎么买怎么死 那就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它就是低价 你问我说太阳能的基本面很强吗 太阳的基本面是索尔绿能里面 最弱的 最弱的 但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它的优势是在位阶就比较低 股价就比较便宜 能不能够去买 那看你个人 你会做技术面操作 当然可以 但也就如同我刚才讲说 用工材是来自于什么 当你知道一些新的东西 它就有一些的一个机会 就像我们跟大家讲说 3665的茂连 它过去里面来讲 一向就是一只大牛 不叮不动 大象 不会动就是不会动 你看会不会动 当你的一个股票里面来讲 大盘的指数来到2万点之上 它还在往下挫 有没有看到 它还在往下挫 你根本就是觉得 这档股票里面来讲的话 把你整个信心上面杀完了 结果一旦它取得GB200 GB200的一个订单之后 完成的第二只脚 因为它是在进线之下 不可能单脚 完成的第二只脚 站稳颈线再往上 再往上之后 又突破了之前的高点 突破之前的高点 我就跟他讲说 虽然它突破了之前的高点 你觉得它涨很多 可是如果它的去年 不稀释的话是20 21 应该说今年 不稀释是20 21 2025年不稀释的话是30 31 这样的话 就算它来到之前前高的附近 它还是有机会 你看它在最高涨到380几 有没有很喷 另外就3374的精彩 精彩也是 之前不会涨就不会涨 一喷就喷上来 为什么 因为CMOS要落地 再加上熊本厂 是跟Sony去做合作 Sony做什么的 就是在CMOS的感测元件的部分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稍微去做留意 整个CPU的个股上面来讲的话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说6223的旺息 我们从400块钱告诉大家 一直到550块 我说这个法轮目标价来了 而且涨很多 你那个时间点 你再去留意的是 3450的联军 联军里面我们跟大家讲两次 一个是在这里 刚刚突破颈线位置 再过来是回撤颈线的位置 多方轨道性的月线不破 90块钱附近 我们又再去做买进 一路上来 我说到了130块钱以上 那你就不要过度追高 毕竟CPU 现在马上公布营收 营收大概OK 但获利上面不一定跟得上来 CPU的个股上面 还有什么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CPU大概2026年 面板级的扇形封装 2027到2030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双红也一样 双红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说我们第一次是在300多块钱 带着惠云去做买进 一路以来上来 我说你不要去做追高 就这一次拉下来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这一次 今天最高是840 可是你不要忘记 我是在多少钱跟大家讲的 我是在什么 777块的时候跟大家讲 也带着惠云去做一些买进的动作 那原因是什么 就是来自于他多了客户 我说用工材 他在过去里面来讲的话 是Super Michael 就是美超围水冷 大家说美超围就日本的订单 那是你自己觉得而已 所以我就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有很多幕后的英雄 没有在辉达 讲的那43家里面 但辉达有讲了四家组装公司 四家组装公司的水冷跟谁拿 当然他打入到整个一个四大的 所谓的伺服器的公司 四大伺服器公司 不是说你给我 所谓的哪一家公司 我就要他可以指定 整个辉达四大客户就Meta 脸书微卵那一些 他们可以指定他要用谁的 所以因为双红 他的一个股本上面来讲比较小 明年里面因为水冷打入到四大客户 都中了两大客户 他的成长性是非常的够 而且水冷的部分也比齐红快很多 所以他才会从700多到今天里面 已经涨到840了 大盘跌他今天还是涨 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 你先把指数放到一旁 然后个股摆到中间 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一定要什么 随着指数的位阶不同 资金的运用 一定要弹性的操作 灵活运用在不同的位阶里面 赚用工材 实力才能够迈向成功 一直要跟着属方前进 未来里面台股真正赢家的投资朋友 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跟我们线上助理去做联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直播剧场——Yo RH